近日黄明浩因为母亲欠债成老赖的事件 引起了诸多争议 11月10日 中午有媒体晒出 近日黄明浩结束工作后出行的画面 当天他被工作人员送到某小区外面跟工作人员道别 然后黄明浩还跑去洗车 路过一家便利店买了一些东西 等一切准备妥当后 黄明浩开车去附近接了两个女孩 带着两个女孩奔向了滑雪场 结果在凌晨3点黄明浩的车坏在了路上 三个人只能在路边等待救援车 黄明浩就带着两个美女在修理场等待 大概到了早晨才到了滑雪场的酒店 从车里取了东西 黄明浩带着两个女生进入了酒店 据该爆料网友表示 黄明浩同行美女一次就是公司师妹金子涵 黄明浩在10月底接受采访的时候 才表示自己在考坑2 如今就已经上路 本以为最近黄明浩在处理母亲欠债事情 结果却是带着美女一起滑雪 看来母亲的事情对她影响并不大